我記憶中最美味的家常在是 我媽媽做的番茄炒蛋 我媽媽都是先鍋熱了之後 就下蒜片 然後加一點鹽 一點糖 然後就番茄全部下 下了之後她就什麼都不加 蓋子蓋上以後就燜煮 燜煮等到番茄那個水都出來之後 再把那個打好的蛋這樣淋上去 然後就起鍋了 我媽媽還虧我說 番茄炒蛋那種等級最低的 你還跟人家講我做這種料理 你還是聽不懂 你還是不懂 你還是不懂 我還好 你還是不懂 我還好 我還好 我還不懂 你還是不懂 你延了 你平日 我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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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非常小